你们知道什么叫厌女症吗 这次唐神打人世界真让我开了脸界了 刚刚刷视频 无意间刷到很多评论都是说什么 女生真蛮出门干的 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之夜 还要说女生打人这么狠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的 甚至还有人说 这几个女的就是KTV 如果你不是一个好女人 如果你喜欢夜生活 如果你不是正经之夜 那么你不值得保护和同情 人生中所遭遇的一切 都是你自找的 把女性的不完美塑造成实时暴力的理由 这就是典型的厌女思维 三天才声明一下 厌女还是少数 大多数男生爱你们都来不及 不过也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厌女思维 任何一次肢体上的性别暴力背后 一定存在无数潜伏已久的厌女文化 如果任由其发展状大 后果真是不堪涉险 我这边美国的Instagram群体的演变史就是如此 Instagram是非自愿单身者的简称 是认为自己天生外形 性格条件差 没有好工作也没有钱的男性群体 他们通常都是找不到女朋友 在社会中也不受重视 这个说法开始在北美为主的论坛中流行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攻击性 甚至相当温和 大家只是抱团取暖 抱怨生活的不顺 调侃自己是个loser 但正如任何群体都有极端人士一样 一些Instagram逐渐将他们自己是失败者的原因 归咎于那些不肯跟自己约会的女性 Instagram认为 女性之所以不跟他们约会 是因为女性严控拜金 只选择优质男性交往 其中一些Instagram会找一些不够自信 相貌普通的女生做女友 然后不断打压他们 以获得优越感 另一些将目标放到墨星女性身上 对他们进行言语骚扰 跟踪甚至侵犯他们 最近几年不断有极端的Instagram在论坛上 宣扬怨女思维 给网友们洗脑说 一切都是女人的错 论坛里一开始反驳的声音还有 但是也是逐渐淹没在了艳女大潮里 极度恶臭的艳女口嗨 就成了这些论坛日常 慢慢的就从网络上发展到现实社会中 Instagram造成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在10年代后还是越来越频繁 比如在09年 在美国宾州健身房里 Instagram就谋杀了三名女性 造成9人受伤 事后还发在论坛上炫耀 15年Instagram杀手 在俄勒冈犯下校园纳杀案 造成9人去世 8人受伤 18年多伦多 Instagram驱车在闹市区 犯下10项一级谋杀罪 和16项谋杀未遂罪 离文比较近的就是21年7月 俄亥俄州的Instagram在论坛上发出犯罪预告 他非法用好几把武器 宣布要在这辈子纳杀3000多人 幸好1010前就被警察逮捕了 注意哈 三金这里所说的Instagram暴力 并不仅仅是距离我们日常生活较远的大型犯罪案件 无受控的一页女文化 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这次性骚扰就算其中之一 7月4月 一名自称Instagram的19岁男子 性骚扰了曼哈顿餐厅里的一名女性 那个女性制止他之后 他却威胁要引爆炸弹 炸了这名女性 被捕之后 警察发现他还有个视频账号 专门做大善骚扰的直播 丝毫不以为耻 并还有不少粉丝关注了 这个论坛里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乐于承认他们对女性做过骚扰 并且将这些毛骨悚然故事刀的战绩 还有一些知道犯罪成本太高的极端分子 会做一些不违法但很恶心的事 比如说冲路上的女性大吼 在网上攻击潮度女性 国外学者认为 当代的因此小事一群易怒 报复心强 急需找到自我认同感的人 他们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报复心不只是针对女性 也针对男性 比如唐山打人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们会同情犯罪者 甚至攻击那些试图帮受害者说话的男性同胞 在艳女的同时 他们的不自信还体现在对其他弱势群体上的歧视 根据统计发现 因此小的言论时常奔有种族主义 他们歧视残疾人 霸凌不够阳刚的男性和其他社会边缘人员 如果你是女生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一定要小心了 感谢您的观看